从今天开始到八月设到全国亚政的境界港委移籍 应到重要的港区 市府关路教聚来 更向京区的关系也做了条件 参加是近前围街风开放的乐团航区 还有两个顶算补兜 就近一步开放、设施、用餐 还有再开支那顶顶的行务 就是可以提供游客在吃的方面 还有饮食方面的一个必要性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登山步道部分 那我们原来开放就有南西的那个梅隆 还有就是观音步道 那其他步道包含就是说乌山还有子竹步道 那我们在东山有设山步道 还有其他的一些步道部分 我们在因为近期在大雨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安全性的检视 那陆续的话也会规划来做一个开放的一个作业 关路教表示 人流关节的本聚行区 包括到合途比、乡村、河路比、滴园比丁顶 和这500人条件变成1000人 人流较大的风景区 就居们更好地派完到形状来顺利 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几个重要点 还是会有人、人员来做一个先帝服务 那不过就有些地方开始 例如登山步道 如果后续开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才去 就是採自主管理部分 那我们会在登山路口 后续会设置一个QR Code的扫码 场所码 那也请游客来配合 然后提供一个相关的一个 扫码的一个动作 管路局提出面中 虽然说风景很开放 但是个人的风景 同样要做好 希望大家做会 守候安全路由的环境 在检察风雨的经济之下 到达会让正常的路由体验 南天新闻 欧阳第一心 蔡英博德